时安地雷 在新闻林乡子王苏廷 台北采访报导 只不过时安问题连环报 现在也让阿基塞很无奈 他说顶星正义由爆发之后呢 他已经自情处分 那么公司也记了他一个大过 只不过大家也看到了 阿基塞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呢没有扣分 反而是帮他加分的 在今天上午他 现身旅展要来宣传促销 而只要是他卖的餐券 或是住宿券 全部都卖广广 喊的卖力 国际旅展第二天 佛容大饭店行政主厨 阿基塞请上阵线 不管是送赠品还是罚传单 阿基塞通通自己来 因为中标使用到饼心黑心油 就怕影响买气 阿基塞败罪立功 再讲到黑心业者 阿基塞忍不住怒火痛骂 大企业不要再做 泯灭良性的动作了 不要在心存有一种说 啊台湾的白心真好骗 我们再骗一次 没到哪里了 请千万不要 请千万不要 你再搞一事的话 不是只有家毁人亡而已啦 会天打了一批无骂分尸的 我有自情处分 祭大过一事 我们集团祭大过一事 年终奖金是要扣三分之一 而且两年之内 不得有任何申签 资源受陈储 阿基塞负责态度 全民有目共睹 而饭店夜市跌幅不到一成 驴栈买气也很旺 中备美食端上桌 半夜主推连锁餐券 买五送一下沙六九折 首卖单日卖出三千张 营收三百万 正当天总驴额三分之一 怎么会想要来呢 为什么想要来 我也要支持阿基斯 因为感觉他很诚实 是用阿基斯 所以我们就来买他的 就是冲着阿基斯来 挺过食安风暴 也难怪阿基斯 能成为饭店活招牌 三天新闻夜明凡凡地台北 采访不到 但您关心社会焦点 在新竹竹东发生了一起偷窃